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把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股评 我们看到今天港股都继续非常好 强劲地继续升 恒生指数现在升408点,报21681点 今天讲的一个关后 如果看恒指现货的话 就是21005点,都是站稳了上去 或者我们可以看期指 期指这里两个顶 即16号和21号的高位 就是21492的 今天现在报21613,连这个最近的关后都突破了 当然比较明确些 今天中午都说了 如果做到明确些突破 更加进一步明确的转向 就是6月头的高位 就是22025 不过当然这儿都是续关续关看上去 起码今天破到1621这两个高位 都是一个利好向上的形势 大肆向好 昨天就说 这个北向资金 还是持续有过8亿的正流入 都是继续有强劲的不向资金 包括是外资 或者经过香港融资的钱 就涌回到中国内地的A股市场 除此之外 内地的A股成交都是交投机活跃的 除了究竟个个市升 其实成交到不到呢 上证都今天微升0.8% 继续向上 报3349的 而互深两市的成交额 是连续两个交易日 是突破了1万亿 都是非常之强劲 这个亿的形势 所以这儿都是继续见到 有大的成交大的流入 那港股这边成交 今天都OK的 都1354亿了 这儿就不算超级强大 但都不是少 其实如果1300对近期来说 就算你去看美股的ADR那边 那些中概股的交投都是活跃的 所以这里见到是有个成交去买上的 是有资金 那就聊香港 中共继续拖市 这个真是都是之前一直在说的那样东西 那你见到呢 现在国家的风向是开始不同了 和我们都可以开开心心气回归 这样的情况 应该还有一个礼拜 就是这个七一的大关 我见到周围都很多很多说 是否升到七一呢 那究竟会不会七一前 反而有少量的资金是有些获利沽额呢 那我们尽管到时再看 都是逐步逐步看 始终现在是向好的 就逐步逐步去看上去 那最新的消息方面 因为七一就会有领导人访港 最新说有三名官员是确诊的香港 不过林郑和李家超有检测结果就阴性了 那么叶刘淑淑怡就说呢 主要的官员确诊就病症轻微 那应该就不会影响领导人访港的了 而呢近期他们都有一个重要的 一些比较罕有的举动 就是邀请外国商会 中联办 中联办就邀请外国商会 就听取是振兴香港和内地的意见的 那么外商就说 希望可以尽快取消隔离的措施 那这个都是一一的 可以看到那个政策上的一些转变 还有关于巴巴或者巴巴阿里巴巴 亦都是其中一个象征着整改的开始 所以如果整改的完结或暂停 不要说完结 整改的暂停和这个政策的转向 如果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 就会是蚂蚁重启上市 关乎互联网金融那边 现在都有一些国家的讲话 6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在中央全面心法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中 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回归本源 在会议的同时就说要依法依规 将平台企业支付和其他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本 坚持金融业务的持牌经营 都是对于监控传递正面信息 其实它主要都是主调大致上就是 都支持这些互联网金融科技发展 不过要监管 亦都要服务实体经济 大致上就是这样 所以都继续前几天这些讲话 亦都令到大家关注蚂蚁整改的进展 而偏向是积极国的关注 亦都刺激到资金上是有市市 或者巴巴上都有充分点 令到阿里巴巴在这两天 亦都在大型科技里面都特别有力 开始突破到6月16日的高位 100.08.8 跟着其实都是和恒指一样 比较重要的关头就是看到6月头的顶 这里就是巴巴 当时就是传蚂蚁重启的那些高位 美股和广告这边都是6月头的这个顶 巴巴9988这边就是116.2 如果6月9日那天的开市位就是 都是关注这方面的情况 现在整家压房上面 还是一片的利好的 巴巴升5% 吉利升6% 杨荣生物升1% 协欣科技升1% 理想升6% 小鹏升7% 安踏升6% 继续就是一个强劲的一个反弹 现在科子里面 30个成份估计全部都做好 刚才就说到这个 中央的深改委 通过了强化大型支付平台企业监管促进支付 和金融科技规范健康发展工作方案 这个其实是令市场充劲 现在都很落实 亦都有了金融科技的有罪整改 最重要是有罪 中央就一直说互联网平台的发展 不是不支持的 是不支持无罪扩张 是支持有罪发展 总之要监管 就出了这些方案 就变成了有罪整改的一个正面的展望 今天整体都科技股都抱胀 所以都刺激巴巴升得特别多 其他的ATM的话 就是腾讯美团都在升2% 都看看其实都做金融科技的 京东升2% 这期开始动股份的时候 他就没有那么波动 或者没有那么澎湃 澎湃应该在4月的转 但整体上都大致上 在行6月的区间 就是6月中 6月头这里 其实整体有很多 都在横行这个区间 其他的 还有些科技股 都有一些特别弹得厉害 有只金碟268 今天就是升8% 很多科技股都是尝试去做初步建体款 尝试去挑战4月头的关口 今天虽然都有升到8% 但就未正式突破到的 至于前两天 又出了一些监管的措施 关于大健康的平台 关于他们去买这些自营药的消息 这些大健康的结婚 全部大跌了 但其实就未死得 未死得 因为在看6月底 他们是没有穿的 为什么单日跌了10% 都不穿 因为前几天升得急 所以现在 你之前有货也好 还是你现在想去博 都是一样 就用大跌那天的收市位 6618就是53.4 241就是4.79 这里就做了找到一个新的支持 就是在那天 这两天两只都弹了不少 不过比较大成交的 这两天还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之前说过一次 在美股开始大升上来的时候 是有800多亿的成交 而港股这几天都看到 是有大成交和大量的资金流入 今天就在成交榜的第一位 92亿的成交 比起第二位的腾讯 都多了五成的 腾讯是61亿的成交 都看到是继续 大家应该是 资金是去炒这个转向 而巴巴应该是 那个转向的一个 重点的一个代表 到这个时候 这一轮都很多的大行 会发出关于阿里巴巴的报告 整体上科技股 都开始有一些机构的资金流入 最新有摩根斯丹利 就说阿里巴巴在关注销售那边 他说618的速销期间 总商品的交易额 GME正增长 令人鼓舞 但复苏的轨道仍然未确定 儘管变现能力在 2022年财政年度第四季回稳 但商家支付能力 设计版和数字媒体和娱乐业务的亏损 就会逐渐减少 而本地消费者的服务和Lasada 就强调效率 所以淘宝特价版计划 就会重点由获取用户 转移到增加购买频率 而淘宰赛只在通过成本控制 去提高区域的订单密度 因为它也有几方面的业务 刚刚大摩Cover 主要就是说它的网购那边 而关于亚里云那边 亦有发表说 亚里云的创始人王堅 就说 在历史围道来说 他说数码化是100年前的电气化 等于是 现在当前是处于数码化最早期的阶段 数码经济才刚刚开始 也就是相信未来 算力将会成为好像电力 一样可以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 主要都是一个行业前景上的乐观展望 这一个讲话 真是最主要 其实你说 譬如整个行业前景 和现在的网购的业绩数据 应该而最比较对股价振兴作用最大的 其实应该就主要是在政策那边 最主要的提振就应该是这几天 开始就中央深刻位通过了 支付和金融科技健康发展方案 大家都在憧憬金融科技有罪整改为主 现在主要是视乎政策转向是否可以这样行 现在就竞价一时段 恒生指数报21688点 升414点 成交1411亿 我们先去过广告 稍后回来看大家的留言 好 回来节目时间了 平时这个时间大家应该整点 因为都很夏天活 可能和朋友在说今晚去哪 大家今天都还是踊跃的 对于这个股市 因为市场刺激发起大家的热情 Marco说 都是2628国售 跟进2628国售 今天跌回一点 跌1% 他说 军价16.2有货 长远是否看2月11日高位15.04 因为这几天应该有说过 如果上加最好等下一转 又回落再起动 即是那些机会 其实如果上一次这些位 大约是在 可能就是这个大阳烛 即是6月15日 回落再起动 再破顶 之后就开始越来越 升得急 越来越超买 所以等下一次 类似这种的机会 不一定是价位 如果上来爆到很极端的情况 爆到20元 跌回到15元 都算是 即是不是实价 是走势 12.6 如果下个位置 现在都13.64 均格是12.6 12月11日高位15.04 是的 其实下个顶已经在这 中间没什么 真是无论 因为它跌下来 其实都是这样滑 所以中间没什么 其他参考的位 所以比较重要的阻力 就是到你说的那个位 12.6 左右 下面的防守位 就是 不是 是15.04 左右 下面的防守 这里未有新的 就是11.88 如无意外 它应该会 因为升得急 如无意外 正常都会回回 假设它这次又是去到20天线 12.4 那你就到时有个新的指站位 其实都未必回得那么新的 有时候 13元 假设它跌回到13元 再走多一个礼拜 那这里做了个底出来 你才有新的位 这里升得急 就没什么新的防守可以定到 如果你真的要确定 就要用小时图 小时图支持就是13.02 这个就是比较短线 很短线才会看这个小时图 如果不是这里应该会出到一个新的防守 那 反而我看它是破了上去 或者可以看期指 这个破位应该是在2145 这两个顶 虽然那天都是破完下来 但今天是明确站上去 21545 还有破完下来是不要紧的 你破完下来 它这里的底是一底高一底 已经是一些向上的一个行程 如果你说是否是区间上落 你就要小心22025 22025如果又打下来 就是区间上落 但可以的 你始终都会是 就是区间上落是好事 其实如果对于我们比较想去观察的人来说 区间上落 你才知道这个开始爆了向上 这个开始爆了向下 就是等于它做到一个重货区 你就知道其实它想撒去哪一边 所以是好事来的 就是可以观察多些 不一定要追求去很爆发 因为如果你说现在比起美股 超买之后的超跌反弹 是不是应该爆发一点 那我就宁愿是走得慢一点 你看到港股虽然是稳一点 但是你都可以选到 有些送来整个榜 都有5-10%的升幅 其实都不少 所以是看这里 那些车股升得实在一点 或者车股是比较脏一点的板块 还有挺轮动 之前就是比亚迪唱起 就是很早已经走了 已经升了 接着开始就升到 李尚 跟着小鹏 吉利 蔚来都有的 其实都是逐步地升上去 蔚来就 因为这段时间表现差一点 所以它始终落后一点 但是都有一切升的 普障欧说是 看一看 1316的反弹 1316的反弹目标 康尼说 嗯 现在35.61是 今天正式突破了 也是跟刚才那些情况有些似 就是都没有什么下个位 这里 5.9% 即3月10日收市位 5.9% 5.9% 5.9%之后 都看到很远了 看到去2月了 其实8.3% 因为没有近的位 这些很多的股份 是这样滚了下来 其实中间是没有停过 滚到 所以没有什么近的位 最重要是下面 那就是 4.89% 最重要是 4.89% 做防守位 就在这边看上去 那我们之后 又会有个新的支持 30000 什么位追入 好? Jackie说 这些 爆声那些 通常不追 如果爆声成这样 如果你当时真的很想 强烟都委入的 可能就是 6月17日 但都比较偏销 这些通常 我觉得一般 可能是已经爆声了 是比较吸引 比较引人注目 但是一般来说 可能譬如 你的股份 因为当时 应该都有问过 破 应该是2.54 跟着是2.78 如果你一直留意 你破的时候 有去部署 就拿着 如果不是 就未必 这些爆声股 怎样去买呢? 要等它有回落 叫做再起动 那些时候 没有就没有 没有就很难 很难去强烟做 如果那个时机不是很适合 就宁愿不做 宁愿看其他 就没什么必要 看着 哎呀 没有做到 没有买到 又升了 因为都 可以选择很多的选择 其实现在那个市场上 在市场上开始 开始好一点点 都比较多的选择 那 conny 还有1024 1024 45 2013 全部都未入 1024 OK啦 又是 选择一些科技股反弹 又是 如果你说 选择 选择基本面上 其实都未必选择它 但是 如果你纯粹看走势 那你就 79.4做止损位 上网88 89.1 慢慢看 都OK 纯粹看走势 那 就 425 这只 今天都有说 如果你说想 尝择一些 喜欢低位弹 上来的 就是喜欢弱势反弹 那 都有一些 弱势反弹得来 起码有些明确的 做底款先 那他都算是 那 这个破位在21.4 那现在是有突破到的 今天 现在都收22.3 比刚才都再高了 这个OK 你这几只 其实应该刚才也有 说过或者有答过 都是OK的 那 那个指示位是有点远 略嫌就是 那你如果未入 你看下个星期会不会回 如果未入的话 那18.3做止损位 又是没有近的关 近阻力是没有的 37.5 那 那 你见有时候很有趣 这些就是 调转这样弯上 有些是在高位聚落 那些就真的要小心了 那 2013 2013 今天都有答过 都OK 都是这样 那 那现在都 看看今天最后收升多少 都升6% 都OK 那都是维持到的突破 那你就 5个0.2指示位 上网是 先看了6.64 2月的顶 接着1月的顶 都是这样做的 那 18.98 18.98 就好7.5有货 除了正 但是还在输 这个就真的要小心了 之前 我都有建议买1.171 都走了 那 就 因为这段时间 要小心行情的逆转 那当然你这个完全 没完全 没完全 都要小心行情的逆转 因为现在 看到资源股 无论是资源价格 还是商品价格 多种的资源股 商品价格 都是回落的 因为之前炒了一轮炒通胀 炒了一轮 炒了一轮 炒了一轮之后 现在是开始去到 去到衰退 那些商品又都跌了一份 而且很主要 其实都是一个 很多东西都是一个轮回 一个周期 所以这里是要小心 那个高位下来的风险 那 你还有险可守的 不是没有的 六个零一 那个指示位放在 即是用开市收市计 现在叫做来到 跌到去这个位 那你就看完这个关口 接着是9988 Wenning天说9988 还可以吗 那都可以 刚才有说到的 那关于现在一个 这个应该是要去 憧憬政策的一只 即是冲敬政策转向的一只 那还有今早有看过 你在美股那边 你会看到 或者这边也是 那是做到 一个小小的收窄三个 突破了向上 那这个明显突破 就是突破到 108.8 所以现在都OK 重要点的关口 还没突破到 那是在 116左右 那但是 没有价 你都是突破第一关 看看你会不会 偷步地想明确些 那或者就分住 那现在的防守 就在98.25 都是可以入的 7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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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生命科技 9毫3追入 要不要走 所以为什么不喜欢 博这些爆声股 就是 但是 就是会这样 才引人关注 那 其实这个 你应该要看 小视图 因为它太过移动得厉 那小视图 如果要去 哦 前几天有问过 8毫8 指示位 是不是 指示指针位 也是 那它站在8毫8 又上过 上过之后下回 所以应该已经是破了下去了 如果你不是看小视图 你要这样摆下去 日线图 这些位置 就在6毫多 8毫多 就6毫多 你可以计算一下 其实 远不远 所以 通常宁愿 就 比较 最好避开 要不就要很短时间 可能即日 如果这些的话 3998 3998 3998 今天破位 凡仙日诚说 是 这只你也有看开 有时都耐不耐数 他说 还没突破 今天就终于有突破 这个 都是 挺值得去追求的 消费股的一只 我们前几年 因为几年没有搞港座 几年前疫情前 还可以搞港座的时候 其中一只都是港座 我记得还有什么 还有青碑 青碑 还有一只780 我都挺喜欢这些 都是一些 业绩稳健增长好的 来需的股份 看看它现在最新的P2 23倍 高还是低 看看你怎么看 不算高的太夸张 也不算太低 的确是有突破 4.29 破到 破到第一关 5、6月的顶 下关当然有一个 再重要一点的关口 就是 如果这个突破了 就是整个半年的区间 打底 向上 4.48 但是可以的 现在 你可以 通常突破第一关 你可以先做一注 或者先偷步 因为突破到第一关口 突破下一个机会 其实很大 因为你看到这里已经是明显 就是它明显地做一些 一底 高于一底的一个 向上的一个款 就是这样 所以这里可以 还有 都有一个好处 它一级一级 逐个底这样上 是很清晰的 你的防守 如果有一天 它这样打回来 就知道 原来走这个区间 就是向区间第一进化 大锅了 走了 可以很清楚 这样 这个防守 是4元的 你可以用下个礼拜 例如下个礼拜 站稳4.3 就买了 用4元做 4元是收时计的位 4元做指示位 都清晰和近 防守 可以做到 好了 接着就是 好 时间就差不多了 也都已经是 现在美市 不是 更加完成 指数就是 收报21,719 点升445 点乘9,484亿 我们节目时间到这里 下个礼拜再和大家看市 拜拜